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看电影时我最注重电影中的内容 因此我的压力烦恼一切都不讲了 但是如天空上游不记起数星星 而世界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许多电影 于是跟我们兴趣一起要选择看品质好的电影 因为我们的时间友善而 看世界上所有的电影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可是也还有许多很好看的电影 其中2004年创造的一个称作 李德利普老师对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次翼 尽管那个是一种搞笑片电影 但是看了以后让我启发了好多 那篇电影是关于一位女生的生活拍的 以前她想要当一位玩丑小姐 从来都没有想过当一位律师 但是她想要嫁的男人将她拒绝娶她 然后上了哈佛法律大学 求婚了其他女人 她相信得不得了 但是自己决定再次追悟她 于是她认真的努力了上那个大学 她通过了考试 以至被大学造试接受了她的申请表 由于她的跟严家不一样的风格 她被欺负了 因为她是女生 她被少看 于是虽然她不确定律师 是不是她真的想要的东西 以此她有点想要放弃 但是她一直努力的站起了 所以以后她得到了最快乐的幸福和满意感 然后自己竟然找到了跟她复合的路 而且她也成为了一位又有名又强功的律师 我把那片电影看了好几次 尤其是在我没什么精神做什么的时候 这片电影反映了不管你是谁 还是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想不重要 如果你一直将其努力 有一天成功一定会来到你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没有停下 面对着困难 向目标继续走下去吧 谢谢大家 我想分享的 那说明说的呢 那个是真鼓励就是说 继续要努力读书的 什么东西都要努力 那老师这里有一个发音 符合不是复合 符合盖米啊 定多了 符合二声 符合这个要改一点 好 这是已经很棒的 那老师这是说明所的报告 那老师这是第一个学生 第二个学生之后 我开始学中文 听数文的报告 那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在学中文的一个学生 我学中文已经差不多三年了 我开始学中文时没有目标 那时我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因为疫情的关系 放学了 没办法上学 当时没什么都要做 真无聊 而是 我总是住在浓熏 没睡过大省事 因而 我以为英文比任何语言都没那么重要 当时 从小到高中毕业 我没用过手机 所以我不知道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我在大学上能用手机 有一天 我用这手机遇到了李老师的中文广告 免费教育 免费教育 汉语课程 那时 我报名了 开始学中文 当时我已经18岁了 其实我正在想告诉你们 我真的忘不了的稍时回忆 每个人有许多真的忘不了的回忆 说想到现在 我忘不了的事情是 关于零油钱 你们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 妈妈割了你们多少零油钱 那时候我妈妈给了五十块钱 想起来就不太买意 原因是那时候我的朋友们都得了把一天五百块零油钱 我的妈妈俩给我五十块钱都不同意 我告诉你们 我每天上舍钱上抹山抹粉吃早饭 然后我向妈妈要零用钱 我对妈妈说 妈妈我是上舍给我零用钱 我好几次说完后她给了我 还有她说你和你哥哥一人一半 那个五十块钱是一人一半 真的考不清楚 那个五十块钱对两个人不够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不太理解 关于上代上朋友们拿到很多零油钱 一天会用两块钱 不是两块 两千块钱左右 我小时候没用过那么多的钱啊 所以我自己安慰了 以前跟现在不太 不太一样啊 不同了 时间太差了 就是我千万乱不了的少时回忆 谢谢大家 隔了你们的时间 好 然后应该还没有到一年 他看看都有进步 大家好 老师让我们讲报告的时候 想不出来要学什么 不知道选哪走题目 因为我 因为我的职位能力没有那么高 所以很难选题目 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 继继续上大学 我迷路来讲究什么 那时候我的好朋友 把我介绍了一个语言训练周星 所以我准备了学证文 我老师说过 我拿到证学金 就可以去国外念书 带到证学金 正在非常劲力 我记下来了 拿证书的话 然后我没有浪费时间 好好地努力学识 六月份 我让考海语学品考试 我打算 这一年就去台湾念书 我的中文努力的话 也许可以上海大学 在台湾人们都有中文 有时候中文的环境 对我的中文有帮助 而学校也比以前会最吞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 跟我的理想比较适合 听说在台湾可以一边上大学 一边工作 我的中文程度很高的话 我可以做一名翻译员 翻译也是我身处的工作 做翻译员可以赚成 在台湾毕业后 有机会我再想学其他的语言 然后想做一名导演 留学有许多好处 许多机会 比我们的国家 在家我是最小 成家会不舒服 爸妈为了我超生了一辈子 所以就在国外 想起爸妈看清楚 我也是能照顾自己 可能独立自己 我放弃过了一次 以后我准备了 上次没有放弃 对我的未来 不怕未来的微想 我好好的努力 辛苦了看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嗯 不错的哈 Rishubi 就是声音比较小就是以外 其他是没有什么的哈 那是因为 我看因为Rishubi 是跟我上的 应该还没有到那么久时间 所以现在 南座接这个报告已经很棒了哈 OK 谢谢 好 那老师 下一位 这是很乱吗 啊 很乱的那个 我看这个 这个是很乱 是世界上买不到的东西 今天我想 大家好 欢迎来听我的报告 就是很乱 是吗很乱 是老师 好 那老师 大家一起看一下 同学很乱的报告 世界上买不到的东西很多 比如时间 见证的友谊 别人的专重 经验等等 其中健康也是世界上买不到的东西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世界上买不到的健康 所有人都知道身体健康是千万重要的 可是都是随随便便没有照顾好自己 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最大的力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看来平常做的简单是但很重要的 接下来的每一天规律做时早睡早起 按时吃饭坚持运动 有了健康才有一切 每吃早餐 没有睡饱越来越久对身体不好 早餐是一天中第一顿饭 提供了身体所需的能量 每吃早餐会发现血糖不稳定 营养管理困难 吃早餐对维持身体健康和日常功能至关重要 没有睡饱的话注意力和记忆下降 情绪不稳定 免疫系统削弱 心血管健康风险 鲜活质量下降 注意事故风险增加因此 保持充足的睡眠 对于维护身体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成年人通常需要每晚7-9个小时的睡眠 健康问题带来医疗费用和其他经济负担 影响家庭的财务状况 影响工作机会 限制参与社交活动的难力 导致社交村减小 也带来心理压力 影响心理健康 进而影响家人同事的相素 导致日常活动能力减弱 生活品质下降 维持良好的身体健康有助于 改善生活的多个方面 促进工作家庭和社交的健康发展 身体健康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使身体更能抵抗疾病 良好的身体状况 意味着更好的体力和耐力 对于日常活动的各种挑战 身体健康有助于家庭关系和谐 并减少家庭成员的负担身体健康 将为你带来更积极更充实的鲜活 一个人活着没有钱可以去赚 没有工作可以找回来 没有房子可以去买 如果没了健康一切都没 于是身体健康的基本动作 吃早餐和睡饱 简单的这两件我们一定要做好 希望大家爱惜自己的身体 谢谢大家 嗯很不错很棒 就是说讲话有一些快捷 要再慢一点 比较好 所以下一次要再 好 那老师再看 那个 看挺男人的 来跟大家介绍 啊 这是同学 看挺男人 大家看一下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听我的报告 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 报告的题目就是 童年的记忆 首先呢 我要告诉大家 选这个题目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国外流学 和离开家乡近两年了 而且现在是春节起 我看到许多人 跟家人开开心心地 一起过春节时 我很想我的家乡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 我的童年 我想一想 小学后的记忆 就让我感觉好放松 所以我来跟大家 分享童年的记忆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美好的童年记忆 那些记忆变成了 许多年后 温柔的独家记忆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边听 一边回首我们的童年吧 说起来童年 我想每个人 都是非常怀念的 童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大概是一生中 最纯真 最开心快乐的时期了吧 关于我的童年 我觉得有苦有甜 可是回首那个 已经过去的童年 我心里中满满的甜蜜 小时候我还记得 我们的年代 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想去看电视 去跑到别人家看 有时候跟朋友们 一起去电影院 可是我们只能在 主场外面偷偷看 因为手边没浅 不能进去 真是可怜 我们日常的乐趣 就是小伙伴一起出去 村子里的小河里 玩玩 老少鱼 快乐的无法形容 还会玩各种有趣的游戏 例如跳皮筋 跳绳 拍子片 抓石子 老鹰抓小鸡 翻花绳 打玻璃球等等 我还记得 小时候喜欢跟朋友们 一起去河里洗脚了 可是父母不让我们 河里洗脚 有时候放水后 没有准时回来的话 妈妈拿着一条棍子 来找河里玩水的我 被抓到后我就被打 路上哭着回家 真丢脸 你们也经过这种经验吗 可是现在想起来真好少 那时我们少得那么纯真 没有生活压力 爸爸妈妈会帮处理好一切 那么无忧无虑 除了玩耍 童年的学习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找我们 认字写字画画 那时候的我们是热情地学习 每次完成一篇昼夜 会感到满满的成就感 真难忘的回忆 人生就是越长大 越常回到小时候 小时候总是盼望 长大呀 长大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长大觉得 还不如小时候那么单纯的好 小时候很长大就是不一样 童年是美好的 是全景的 也是人生里面最上王最快乐的 假如时光能回去 是不是你们也想回到过去童年 现在我也已经长大了 童年已经远去 但是那段美好的记忆 将永远留在我心中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带着童年的美好的记忆 勇敢地追求我的梦上 那就我的童年记忆报告是在这里结束 我希望大家回首自己的童年吧 谢谢听我的报告 祝大家新养快乐 平平安安 拜拜 好 也很不错的报告 好 那老师还有安迪 安迪 安迪就是说他自己要给我开 那老师这边开了分享 那安迪给我们分享一下 老师 老师我的报告是 我做好了 但是断掉了一些 一些句话 好 好没关系 想看哈 好的 这都变得了 这都变得了 老师 老师 你听我变 那当然报告有吗 那当然报告了 我骗你 好 你来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看看 我跟菲律宾的朋友就是要英文共通 所以我们来的路上都是讲英文 然后 有另外一个小孩 在那里拍照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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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在田巢上 那个风景好漂亮 但是你一定要走很久 因为那条路是很长 如果你想去青津农场的话 你可以买每票在台中跟城街站 你那时候一定要花400多的钱 然后 那个 青津农场是在 南投 你找看看哦 都都不要玩 对了 不错啦 去日本的 旅行 那老师好 日本的那个 台湾那个南投的 哦 南投的 嗯 没有 还没有去过的 哦哦哦 那老师哈 这里大家 那个 这里有一个三个学生哈 刚刚介绍的 那今天报告的学生都有 有 嗯 都不是在台湾的哈 Andy的话在台湾 Andy就是三家四的哈 那说明说就是目前在缅甸哈 老师明年就要来台湾的 很容易看见的人 就是目前就是说在台湾 才读三家四的啊 3 plus 4的哈 啊 台湾的你的啊 还有安迪斯 那他们三个就是已经算很不错的哈 所以老师说大家也是 哎就是说虽然是老师 他们也没有时间那么多的读书的时间 他们三家四也是蛮累的哈 很难 因为啊老师三家四这个学生都就是说 有时候 人有时候Andy又跟我说 老师我没办法 就是我时间跟上课时间就是没法 因为他们好像礼拜一就要上课 老师礼拜天晚上就是上台湾时间 比较晚那他们礼拜一就要早期 那老师跟他呃 他也跟我他也真正想要上课哈 所以他有来问我老师我要怎么处理 那我说好那没关系 那礼拜天你要早点下课哈 对啊他礼拜要上课那早点下课 就是可是你要看影片哦 哦就就编辑了没 我有跟他说 他也是说哦 他说谢谢老师 他也是愿意就是又做着这法 所以希望是哎 不是台湾来没有时间读书就哎 不上课了 就是说你上课你真的当然会有进步 你应该可以呃 我也是觉得Andy哈 还有就是说 也是哦请那个别学生跟我介绍的哈 但是老师后来觉得自己好像他也是 他觉得有进步了哈 他在中文觉得有进步 还有什么 那个堪定两人跟很难就是说 目前是嗯跟我上课的还没有到那么长时间 可是他们两个也是蛮不错的很优秀的 所以老师也是希望你们三个都继续读书 但是老师后面学生虽然是哎来缅甸 从缅甸要来的学生 或者已经到台湾的学生 还是要继续努力 因为他们哦 三个就是年龄的话 差不多二十几岁而已 还小因为高中 我们这里有老师哈 原本学生 差不多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三十 是比他们年龄大的 所以你们要更努力啊 目前是看说明所的话 哦老师他还是很进步的哈 这次在大使馆哈面试的时候 他都要中文去面试的 虽然他缅甸身份证上面没有中文 没有sorry没有华人的身份啊 也没有上过华语学校 他只上过老师的课 可是老师鼓励他没关系去面试 不用什么的 虽然是说你一句话都标准缅甸话就好了 你都要用中讲中文 那他就这次去念试呢 他就这次说算通过嘛 所以老师也说恭喜哈 因为他都是 这个都是他自己努力得到的哈 啊那老师坚数文的话哈 老师就是说 像老师而美嘛哈 啊他就也是 算就是跟我上课的已经很久了 那老师都一直 没有那么满意他们的 啊目前看就是说 他们也是越来越有进步的 所以呃 时间就是说要整齐努力做好了哈 那瑞士比哈 照瑞士比的话说 啊瑞士比应该跟我上的 啊老师记得应该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 呃他那些就是说 Hsk 加码 查算就是 Hsk 3 啊 Hsk 3 啊 Hsk 开了还没有那么久 可是他都一直很努力 那他就快来上的 就是2 for a 2的 他没有学过2 for a 1 他就来上2 for a 2 啊啊 所以老师就是说 这个也是他自己愿意来上的 不是老师叫他来上的 你说 可是他说他上想上 我说他说我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因为他很优秀的 那他很优秀的 所以希望就是说 呃老师为什么叫你们做报告 报告哦 做报告的时候 可能是老师说啊 maybe是Google.com 还是什么啊 AI什么 都有很多方式啦 不管用什么方式 还是不管好不好 都是你要做看看 你会知道 那你做出来的一个报告 你也会 做完成了 就是感觉就是说 哎 我就做成了 还有就是自己可以 就是有一个章啊 我做出来的 那之后啊 老师讲的 比如说你上大学啊 或是上研究所 什么博士啊 都也会很帮助 虽然是老师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 你有一天 进公司了 你要做些报告 做了这种方式 你已经有经验了 所以不用那么烦恼了 所以老师希望就是说 要有经验 不是要想要给你们压力啦 啊 所以老师第一个烦恼就是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要选好 第二个就是后面老师 还是要真的要做了 哈 所以老师多多上方 有做就是有进步的 所以希望就是这样子哈 所以老师今天要报告的这些事情哈 老师说很感谢 好 那老师下个礼拜哈 啊 可能是老师礼拜天呢哈 礼拜天我选哈 不能啊 啊 就是今天啦 如果老师不知道 也是老师前面的 报告的学生 老师说嘛 那么他还不能 也可以去问同学们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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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哈 可以去问哈 还是要是 没关系老师说明所很善良的 啊 同学啊 说明所都会回答啊 啊 还有老师那个 呃 老师 那个 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啊 啊 可是我也是老师 应该是 一定会把你们回答哈 啊 老师哈 傑 啊 哈 国人 在台湾 Kak S 他们 哇 啊 马 那 哇 啊 啊 啊 他 嘛 SER 他们 看一下 因为 他们 很 满的 因为变上课 变上课 变上读书 目前就是说说明说是 目前就是算还有空啊 还有就是 老师adminton 出问就是他是老师adminton 一定会回答 Richby的话 他也是小朋友 所以回答的方式他会不会回答这个老师也没有那么了解的 可是就是你如果想了解的地方 也是可以去问Richby 所以老师下个礼拜的礼拜天 虽然老师你可以跟我说老师我还没有做完 我老师我可以延到下个礼拜吗也是可以的 可是今天要先做完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做这个报告也希望就是不要有压力 老师不是想要给你们压力 我还有不希望就是还拿报告咯 就是说一个压力也不希望这样子 那你这样做老师也是不好意思叫你们做这个报告 所以不就不喜欢时间 就是老师你没有做过的嘛 你就看看你有进步的老师想要就是这个 好啊 所以老师哈那另外其他学生呢 这个名单上面没有的学生 我们不要做吗 还是要做哦 可能是老师下下礼拜嘛哈 所以老师也还是要多准备好哈 因为昨天也是我已经讲过的 好那老师今天嗯做好听力 谈生意 可以从讲话的态度 能到贵公司工作 别比我 第23题 哥哥哥对爸爸的生日礼物有什么看法 A 送机票 B 陪爸爸出差 C 送运动器材 D 带爸爸出国旅游 第24题 关于脚踏车 妹妹最后有什么想法 那个 蔡米亚 她刚说了什么 关于脚踏车 她送了什么 妹妹送了什么 不是哦 第23题 哥哥对爸爸的生日 C 她不想陪爸爸骑脚踏车 带爸爸出国旅游 下边拿着呢 跟走 第24题 第24题 关于脚踏车 妹妹最后有什么想法 等我等走 等我等走 关于脚踏车 妹妹最后 妹妹最后 做了什么想法 不是做了呀吧 Andy 关于脚踏车 关于小踏车 小踏车 小踏车 妹妹 嘿 嘿 嘿 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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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脚踏车 关于脚踏车 妹妹最后 有什么想法 对 翻译 啊 这边呢 不得比 人家马里亚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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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哦 听力要多 听力那老师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 老师老师 平常老师 你听不懂 你要怎么说 什么 什么 你这什么不能翻译 好不好 啊 妹妹最后 关于脚踏车 关于就是不代表 关于脚踏车 是不一定不代表的 妹妹最后 有什么想法 那从不如 对口 是不如身上来的 A 他要跟朋友借脚踏车 A 他要跟朋友借脚踏车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要跟朋友骑脚踏车 他要跟朋友骑脚踏车 他要教爸爸骑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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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陪爸爸骑脚踏车 他不想陪爸爸骑脚踏车 他也要买一辆脚踏车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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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一段和工作有关的对话 他也要买一辆脚踏车给自己 他也要买一辆脚踏车给自己 他也要买一辆脚装 他还买一辆脚踏车 Al野 下面是一段和工作有关的对话 谁问我 下面有 下面有 一段和工作有关的 一段一段有 一段和工作的对话 都要帮我提供 我平台南人录我意思是吧 说明了 说明了很白 是 下面有一段和工作有关的对话 把那边记完 下面是一段和工作有关的对话 下面二个视频的一段和工作有关的 发展目系列对话 工作微信 订阅 在这一段和工作有关的对话 请你再听完这段对话后 请你再听这段对话后 请你再这段对话后 请你再听这段对话 请你再听这段对话 欢迎订阅 是 谢谢 请你再听完这段对话后 对 请你再听完 请你再听完 这段对话后 翻译 您的国内心 我拿到笔点了 对 请你听完 你拿到笔了 这段对话后 你的社会国内心 我拿到笔了 后面呢 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您问我 回答三个问题 下面 下面 第25题 这位小姐想到这家公司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好 没关 不错 不错 这位小姐想到这家公司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这位小姐想到这家公司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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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题 第26题 这位小姐认为 担任业务人员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这个我来的 这位小姐 地有的面 让位 提马的 当让务 就是说 当让务 让人 让人 是 当让务 所老说 比如 让务所老说 地老说 让务 让人 所老说 地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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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能力 是什么 比如说 让务 让人 就是 要拉客户的 所以老师 那个是 任务 就是说 任务 任务 把 所以 最重要的 能力是什么 一般是老师 会 把 这 第27题 这位主管 说 这位小姐 缺少 哪方面的 经验 这个也是我来 这位主管 说 主管 是什么意思 我想知道 主管 那个 这位主管 是什么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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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地 公文 欧洲 的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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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欧洲 欧洲 这位 主管 说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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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小姐 缺少 缺少 什么意思 那个 那个 谁 缺少 快点 也 少 你用 你的 少 没一点 缺少 是什么 欧洲 对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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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方面的 经验 对 对 欧洲 欧洲 我 不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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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主管 任务 所以 这位 主管 说 这位 小姐 缺少 的 缺少 哪方面 的 经验 现在 请听 这段 对话 陈小姐 很高兴 认识你 陈小姐 很高兴 认识你 陈小姐 因为你 对了 我 很大 对吧 老师 比你老师 讲到 比我 好吗 老师 比你老师 留一路 老师 比我 看 老师 比你老师 你 你 来 欢迎你来 应征我们的工作 你 应征 吧 老师 这就讲的 老师 HSG 4 3 4 地 里面 无人缘 业务 是老师 高兴 马上 servicel 我们的 marketing 转转 我们的 老师 我想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 想到我们 公司来呢 我想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 想来我们 公司 你为什么 想到我们 公司来呢 我哪里 请来 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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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 这是老师 老师 这段话 不是为了 考试 他说 你把 你把 你 拿 想 来 不 或者 看 对 你把 你拿 我拿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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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公司 是世界 有名的 国际企业 贵公司 是世界 有名的 国际企业 是世界 有名的 国际企业 而且 公司规模 也比我 以前的 公司 大得多 而且 国际企业 公司 规模 规模 是老师 规模 规模 说明 你怎么了解 规模 你有知道吗 规模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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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 你 上大学的 规模 规模 是什么 你怎么了解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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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不知道 那老师 这里谁了解 规模 好 那老师 老师 再听一次 最重要的能力 是什么 第27题 这位主管说 这位小姐缺少 哪方面的经验 现在请听 这段对话 陈小姐 很高兴认识你 欢迎你来应征 我们的工作 你申请的工作 是业务人员 我想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想到 我们公司来呢 贵公司 是世界有名的 国际企业 而且公司规模 公司规模 公司 规模 老师 公司 规模 规模 是什么 老师 如果是老师 老师的规模很大 我的规模很大 老师 算基础 那我为什么 还要再继续学 日文 还有说 我还想说 泰语 什么 韩语 我为什么想说 你们认为呢 为什么 老师 我有很多时间 那老师 你们应该有看到 老师 那个三个礼拜 有破了 我申请了 一个大学 于是 台湾 Norman University 我已经毕业了 为什么想要算课 你们觉得呢 为什么 那老师 有老师的规模 老师有规模很大 为什么 老师之后 在缅甸 上要看语言学校 可能是老师 也可以叫中文 也可以叫日文 也可以叫行语 也可以叫泰语 那 只是说 很多语言 都自己会是比较好的 可能 不可能 就是传我一个人这样 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 这样是老师 校长 还是自己要会的 还有老师 为什么 已经毕业了 我为什么想要 一直 想要自己的能力要提高 然而一直要提高 比如说 老师 你做了一个校假 你是哪个学校出来的 你上到哪个大学 你上了那么 呃 多厉害的 都会查这个 这些 那我已经 我一直要提高 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那老师 所以 很多人都想要在 对比你的 没有性情 哪里 还是 哪里 哪里 你们认为老师 有个学生 已经有 那个 是谁 啊 所以老师 我 等了 我 把 老师 老师 嘛 谁 那么 喜欢 的 说 没有 谁 那么 喜欢 的 说 有啊 我给他看 所以 有看的老师 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呢 所以 还是要自己准备好 是吗 对不起 嘛 我已经也是一个 我 那你没有 那 还是丢脸 你 谢谢 啊 哈 没有什么系 我们的系 也不要 被他搞 了 就是比较好嘛 所以 自己 为自己 要 安排好 所以老师 这个是老师的规模 那老师 未来 我想 我想要 那个 成造就是说 想要开语言学校 那是老师的规模 老师的规模 另外 我是在台湾 就是说 史上造型设计师 是毕业的 Fashion 那 我按照 这个 我毕业的系 我要关于 就这个系的 呃 就是说 一个事业工作 我想要创业的 比如说老师啊 Wetting plan 什么类似的 是Fashion 之后 我们在 缅甸 就是说 情况都OK 的话 我也可以 做生意的 这个都是 我的规模的 那规模 就是说 老师 目前就是 就在台湾 还是 呃 就是江苏 可是老师 在未来呢 是有规模很大的 规模很大 规模很大 意思 你们应该了解吗 老师 虽然是 丢查的 特别呢 老师 你明白吧 把这个 这样换去呢 第三呢 其他对 就是说 这边 这样换去呢 这边 你不是 还是 也边 准备 心里 也 想做 也 边 准备 便 吸引你啊 能不能 就是后面 再看 要先 准备 就是我要 先 准备的 所以 这个都是 我的规模 那你们 应该了解 规模 是什么 可以吗 那规模 就是这样 然后 老师 要规模 很大 所以 老师 一直说 我以前的公司 大得多 这个公司 规模很大 比我以前 公司 大得很多 我相信 在你们公司 工作 未来一定有发展 未来 一定有发展 地产保育 都得了 那么 你认为 身为一个业务人员 那么 所以 你认为 你听 那不 所以 我一个 那个 生物院 那个 你老师 地马给你 留得 留掉 你 别拿 上去 你 欢迎你来 应征 我们的工作 你申请的工作 是业务人员 我想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 想到我们公司来呢 贵公司 是世界有名的国际企业 而且公司规模 也比我以前的公司 大得多 我相信 在你们公司工作 未来一定有发展 那么 你认为 身为一个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成为一个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当业务人员 我觉得 我听到 当业务人员 地老师 地马给你 留得 你 你的 重要的能力 是开发新客户 就是 开发新客户 开发新客户 平底人 你觉得怎么翻译 开发新业务 开发新的业务吗 不是 他说 开发新业务 开发新业务 就是老师 开发 新业务 新业务 开发新业务 老师 老师 地老师 保险 老师 地马给你留得 卡 老师 要得对啊 老师 你要想 你要想开发哦 马给你留得 留得 service 留得 留得 你要先开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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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讲话 但是不能做 业务 养人 不能做 不是 要开发 老师 现在 老师 地台湾 老师 你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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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地老师 老师 大妈 看着 的 路 说 哎 你 你 你 别 乱 你 你 你 打 你 打 打 你 你 打 打 你 我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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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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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他 他 马上开发了 不管我买不买 无所谓的 他已经开发了 哦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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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险 你是让他说 为他来的 啊 国际屁股行吗呢 他说 有几遍啊你 动荡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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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呀不 啊呢 真听打比较真听 为他啊不呢 他说 真听打比较 说 国际们屁股 啊 啊呢 这根位屁股 他说 他说 哎 你们讲的吗 啊 你们讲的吗 啊呢 说 三样来 为马拉特别人都 那时候 给他来的 没了不呢 那里 没了不 这边的 那里 没有了 那里 没有了 没了 那里 没有了 那里 没有了 没了 那里 没有了 说 他说 国际屁股 啊 他说 国际屁股 啊嘛好 哦 我们就来的 我们呀 问了 我嘛 没了他啦 保险 所以那时候 没了保险 说 哎 你国际妈 没了屁股 你国际妈 你自己国际妈 你自己国际妈 国际妈 老师说 啊 新养嘛 呢 水档公票 老师 他说 一起要坎口 哦 所以 老师 那叫开发 了 开发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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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老师 马上也有了 来说 马上也有了 所以 老师 马上也有了 来说 这就购买 吗 老师 业务仍然是 老师 薰水很高的 老师 美国人 老师 上也有了 说 利用了 来说 您的购买 有股份 老师 来说 purpose comprehensive工作 老师 啊 老师 委屈怎么扣等 那老师 老师 就都有了 背景截业务 有 wash 说 实际上 表值 服务 所以呢 那老师 老师 哪有 show 你们怎么能干呢 download the marketin se le 要有成 赛枪 不是 以安自辞 保 vontade的 荻埔交代の博士は 教育があります 私たちはその財政として 私たちは スペーディングでしています そのためには 私たちは、私たちは公社で 私たちの勤励を行ることが 私たちはbusinessを行かけることと 私たちは全部を 私たちは 私たちは何かそれを 私たちは 私たちは本当に私たちを 私たち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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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は私たちは 私たちの 私たちは 私たちは 私たちを 私たちは 所以说老板你还比他怎么比起 然后你还要过来 第四个人又拉走了 所以说过来 业务人员是很重要的 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非常激烈 现在各行各业 就是说老板里有经验 就是说 就是说 那么你认为身为一个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当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 是开发新客户 以及新市场 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非常激烈 必须尽快找到 值得经营的市场 寻找新客户 这也是我们所想的 不过你过去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 而我们现在想要征求的是 能够开发国外客户 熟悉国外市场的人 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的英文能力不错 能够和国外客户谈生意 我想我能够达成任务 其实你的条件很不错 我们决定了以后再通知你 谢谢你们给我这次面试机会 希望有机会能到贵公司工作 好 那老师再听老师 陈小姐很高兴认识你 欢迎你来应征我们的工作 你申请的工作是业务人员 我想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想到我们公司来呢 贵公司是世界有名的国际企业 而且公司规模 也比我以前的公司大得多 我相信在你们公司工作 未来一定有发展 那么你认为身为一个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当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 是开发新客户以及新市场 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非常激烈 必须尽快找到值得经营的市场 寻找新客户 这也是我们所想的 不过你过去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 而我们现在想要征求的是 能够开发国外客户 熟悉国外市场的人 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的英文能力不错 能够和国外客户谈生意 我想我能够达成任务 其实你的条件很不错 我们决定了以后再通知你 谢谢你们给我这次面试机会 希望有机会能到贵公司工作 然后再听一次 这次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第26题 这位市场 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非常激烈 必须尽快找到 世界有名的国际企业 而且公司规模也比我以前的公司大得多 我相信在你们公司工作 未来一定有发展 那么你认为身为一个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当业务人员最重要的能力 是开发新客户以及新市场 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非常激烈 必须尽快找到值得经营的市场 寻找新客户 这也是我们所想的 不过你过去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 而我们现在想要征求的是 能够开发国外客户 熟悉国外市场的人 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的英文能力不错 能够和国外客户谈生意 我想我能够达成任务 其实你的条件很不错 我们决定了以后再通知你 谢谢你们给我这次面试机会 希望有机会能到贵公司工作 那么你认为身为一个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当业务人员最重要的能力 是开发新客户以及新市场 以及新市场 以及新市场是什么 谁知道 一个人员 这个人员 有一个人员 では 有一个人员 有一个人员 你们按照着 有一个人员 或者是 有一句 我说 我有一个人员 有一个人员 这么做 这些人员 是 好 奇怪了点了 那个那个东西西刚刚说了什么 对老师我也听到学场 奇怪了假里的老师 奇怪了不过来了 那老师正创翻译八大别吗 呃 以及新学场 新市场 只是说 这个是哪样的 呢 这个是哪样的 哦 以及新的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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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哪样的 现在各行各业 竞争非常激烈 现在各行各业 各业 竞争 竞争是什么 所以竞争 竞争是什么 加以赛目 对 加以赛目的 别人 然后老师各行各业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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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各业 有竞争 竞争 别人赛目的 别人赛目的 必须尽快找到 值得经营的市场 就是说 非常激烈 必须尽快找到 值得经验 经验的市场 必须 必须 老师 老师 好的 这也是我们所想的 所想是什么 谁知道 不过你过去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 对着 对着 而我们现在想要征求的是 我们现在想要征求的就是 多多个人 是到处 他来 必须尽量的 能够开发国外客户 就是 开发国外客户 我们现在想要征求的是 尤其国外市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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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们现在想要征求的是 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的英文能力不错 但是我的英文能力不错 我没有订阅以前我们说五的 能够和国外客户谈生意 能够说 我没有订阅 跟国外客户谈生意 在我们的家里 是个十分之一的干嘛 我想我能够达成任务 我想我能够达成任务 我想我能够达成客户 我能够达成任务 我能够达成任务 达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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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达成任务 你能够达成任务 用提示的 其实你的条件很不错 还不错 我们决定了以后 再 我们决定了以后 咱修想必须了 就是你 再投资你 那么我准备说 什么做吗 希望有机会能到贵公司工作 希望有机会能到贵公司工作 你能不能给贵公司马路了 你能不能给你 这老师你帮忙怎么能 25、26、27老师 你二十 五题 这位小姐想到这家公司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想再当业务人员 第一 他被原本的公司开除了 他觉得这家公司有比较前途 前途是什么 前途 前途啊 哪个港 一些港版的 未来有 未来有发展的意思一样的 好 前途是未来有 未来有发展 你都告诉你吗 未来有发展的标 前途是老说这个意思 前途 第一 这家公司主动请这位小姐来工作 这家公司主动 主动说 请这位小姐来工作 这家公司主动请这位小姐来工作 有前途啊 第一题就是说 这道公司主动 请这位小姐 来工作 那老师那个 Linza 她说11月对吗 对老师 对 对 对 你跟我们也拿干嘛 谢谢吗 可以到你 谢谢 好 第26题 这位小姐认为 担任业务人员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第26题 这位小姐认为 你又的面子 嘛不能 但又软软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你老师 你给你 看吗 你去做 银行 医院沟通是什么 医院沟通 OK 医院沟通 医院沟通 对 对 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是什么 在哪有PC呢 C 领导员工 领导员工是什么 刚桑 你又刚桑哪 领导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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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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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说 小姐认为 诱人人的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苏明祖你觉得ABCD哪个是对的 开发性客户 第27题 这位主管说 这位小姐缺少哪方面的经验 A 谈生意 谈生意是我一生意的 B 业务工作 业务工作的Marketing alone C 服务客户 B 经营国外市场 经营国外市场 就是说 你老说 哪个家 谁管的不得比 老说 对一种 对一种不得比 那老说ABCD答案是什么 参与 参与 D老师 对 对 所以老说 这个老说 这报道也太多 我呢 这是老说 老说讲了ABCD 虽然是A2的昂丰 B1的昂丰 你不过刚刚刚把他们变难 所以还是没有能力的 只有给你们看这个 这是台湾的长大 不 A2的昂丰 B1的昂丰 太 太厉害了 你不过刚刚把他们变难 看来 没办法 好好 翻译 不知道 还是没有用的 就是有症状而已 那都没有能力 所以老师讲到老师是给你们课示这个 不是怪你们了 你们过过 我们还要努力 我们非常的要努力 也不是怪你们 但是老师就是 所以老师这是老师 业绩就最重要的能力了 所以老师希望老师讲到老师 不是说 所以老师就是说 所以说老师就是说 老师就是说 老师就是说 老师不论我表你讲这个 所以老师 听说听说听说 不是听说听说 不是听说听说 你听说听说 下比如discussion loadout吗 老师这是真的难理的 ABCD 我的p来的ABCD 这不是你猜的 你gaslob有p来的 就是only gas吧 不是真的疫情好朋友 所以老师希望老师 只要说台湾要你长大也 也是要努力 那老师你妈比你企业长大也 还想努力挂股就继续这些嘛 老师 只要是你能够的不够不够了 但是老师有些学生在台湾嘛 在美国里考虑 看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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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见呗呗 平平坦白的说当地的 他们把他变开了 我们的我一样可以的当地的平平坦白的 路亚绿经厂了没绿经厂了说啊 他们三百个怕开了没有的 怕他变开了没有 所以老师还是 他说三百个怕开了没有的 他说还是没有提名机器的 老师要表现 他说说 你能够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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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名机器的 他说要提名机器的 真的 不论了 老师没有 三百个怕开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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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师是真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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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师就是说 未来就是说出国念书什么 大使馆之后 要给他们看时候需要的 真正能力就是 真正会才是真的有能力的 所以老师不是真正 希望是真的有能力的 好那老师今天上开到这里 谢谢大家晚安